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条街封街烤肉 厉不厉害 封街啊 车都别来了 我们就在马路上烤肉 哇 真是厉害了 好像那个市长啊 还有什么大家都还要来鼓励啊 我记得今天我还在开车的时候想到这个好多年以前 强哥那个时候 这个当然已经在做我们的剧团 如果说剧团 那时候有协助一些文化局 文化部的一些活动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长官在推动啊 我要烤什么肉 应该像那个法国香榭大道啊 在旁边喝咖啡在路边 烤肉多那个啊 结果呢 当场就被这个很多人好像意见反驳了 说我咱们在这个东南亚方面 这个时节常常就湿湿下雨 闷闷的 你不烤肉 你喝什么香榭大道 喝的是咖啡还是雨水呢 也有道理 其实文化的东西就是要跟你在地 还有这个气候啦 饮食啦 甚至我们的身材 合在一起 对不对 也有道理 所以今天我也不像以前说 你不只烤 而是说大家烤 小心一点 我们前几天新闻有讲了嘛 那些烤得黑黑焦焦的就不要吃了 刚开始碳还没有烧红的时候 那些烟 你不要赶快把食材放进去烤 结果你到底吃的是灰 还是食物呢 让自己健康一点 这是应该的 也祝福大家 但是今天咱们的话题不特别啦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今天中秋节我不烤肉 我点点点 对不对 我想你现在烤肉的朋友听节目的应该不多吧 好吧 那这些看在烤肉的朋友 你就明天再打电话 我们今天呢 只接现在没有烤肉的朋友 你在做什么 比如说 你正在吃很酥的饼 或者是 你正在听的杜德伟让人家很酥软的歌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 欢迎各位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中秋节 中秋夜 我不烤肉 我点点点 你在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83693398 我跟你讲哦 也要讲一个话题哦 我中秋节我不烤肉 今天来的这位啊 他不烤肉 他是拍电影 我们要请到正在上映的 非常感人的电影 老师 你会不会回来的导演 陈大浦可哥来到现场 大家好 强哥好 你看做导演多可怜 拍戏拍得这么辛苦 对不对 走宣传中秋夜都不能去烤肉 大浦可哥 你好 你如果中秋夜现在不来我们的节目 你会去烤肉吗 在跑宣传 还是跑宣传 有这么辛苦 好了 就算你没有跑宣传的日子里 以前中秋夜你是烤肉配啤酒吧 我想 会跟 如果刚好有空档 是会跟工作的伙伴一起烤肉一起喝啤酒 哇塞 你就是真的是完全以工作为优先就对了 对啊 几乎朋友都是同行 真的喔 对 诶 这就是各位小朋友如果在收音机旁边 你趁着童年可以玩的时候真的好好玩一玩 因为等到你长大了 说实在的 工作真的把你的生活都填得满满的 对不对 你大概拍戏拍这些 大概有多久了 我从入行到现在大概应该有25年 有这么久 对 你是童星开始拍吧 你 没有 我 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也不年轻了 真的喔 对 这不错喔 工作这么超 还能保养这么好的人不多了 上次我以为只有我 没有啦 没有啦 开玩笑 所以说 哇 大部哥哥已经20多年了 对 大学毕业后 当完兵就直接入行了 是的 20多年 在这个 都算是电影圈吗 一开始 你有拍过电视 有没有 也有 一开始主要是广告影片 喔 广告影片 对 你一开始就做导演吗 不是 一开始是 刚入行是当摄影助理 然后后来做了摄影师 到2000年左右吧 2000年到05年左右 才开始有做一些导演的工作 但是你这个应该算是正奇的 怎么有正奇呢 就是从摄影入行嘛 对不对 很多都是一个导演要好 他自己本身一定要 对摄影画面 因为你拍子是电影 拍子是画面嘛 所以你先是对于光啊 对于影啊 对于镜头啊 对于这些器材的使用 非常熟悉 对不对 不敢 还好 不要客气啊 不过你当年会的 现在大概都用不上了吧 没有 我比较特别 因为我的时代 刚好跨了底片跟数位 你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你学的还有 但没法可以现在用到就对了 它是底片跟数位 两个时期都跨到 所以应该说是我两种都会 看他起来人很老实 其实内心中 也是一个不服输的斗士 我稍微本来想打压他一下 他马上就说 我当年两个都学会了 你说我什么东西被淘汰 哪有 好 我们等会来聊一聊看 这个非常感人的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 以921大地震的一个事实为基础 而王震忠老师对不对 对 他这个也是一个真的人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这不容易的 找到这种体材就很厉害 要把这个体材 又要拍得出来更难 为什么 因为当时你这个题目里面 是以老师跟学生嘛 对 对 学生都是国中对不对 对国中生 你看看这怎么拍 国中生 你不要说拍戏了 连好好讲个话都不太行 中二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国中的时候就是 这什么东西都不爽 看什么都不开心 这时候你还来拍戏 你找了几个人来拍 我们有实际找来有做表演训练的 是后来最后确定是12名 我意思是从开始到结束 开始大概更多 开始应该有一百多个 哇 你的天哪你 哇 天哪 就一直一路上一直 你说一般国中生二十几个 那个老师都已经快要昏倒了 你搞了一百多个国中生 哇你真是厉害 等会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 哇 哇 以真实故事为基础 要拍电影 来表现出这种很感人 很激励人 很正面 然后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这能不在我们节目出现吗 但在中秋夜出现 真的是 也是蛮那个的 折磨我们的导演 但是为了票房 这是值得的 好不好 好来我们来接汪景顺 汪景顺你好 哈喽景顺 你好 景顺你怎么了 吃月饼吃太多了 没吃月饼 没有吃月饼 没有吃月饼 那吃烤肉吃太多了 没吃 你没有烤肉啊 没 那你中秋夜 你不烤肉 你在做什么 照顾弟弟 哇 弟弟怎么了 他是一个小宝宝 然后呢 每次拿着一店就要扶上去 然后呢 又是他那个 要换步步了 我就要跟我的妈妈讲 哇 你几岁啊 九岁 你九岁 九岁半 九岁半的景顺 还要照顾弟弟哦 哇 刚听到的时候是又感人又害害下人 什么意思 你小朋友九岁怎么照顾婴儿 原来真是随时盯着 要换步步的时候要赶快跟妈咪讲 对不对 嗯 哇那他如果饿的时候 你要帮他泡牛奶吗 呃 就 我的妈妈 有的时候装奶粉继续 然后他 呃 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换我摇 换你摇 摇什么 摇懒 还是摇那个奶瓶 摇奶瓶 摇奶瓶 摇奶瓶是你喂弟弟 还是妈妈在喂弟弟 有的时候 我帮忙喂一下 哦 你还帮忙喂哦 哇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各位 听到了没有 还愿东愿西的大朋友小朋友 听听看景顺 中秋夜 他不烤肉 他好好照顾 他的心头肉 弟弟 83693398 83693398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世界 就是多采多姿 每个人不是都只是烤肉 吃肉 但是烤肉吃肉也是很壮观 别忘了我刚才一直讲了 我们家一开始 整条街封街在吃肉 我的天 一天一个晚上吃多少肉 你看Richard Richard你好 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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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中秋节快乐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月亮越不亮 啊 越来越不亮 越亮 今天看得到月亮吗 呃 不管今天 以前也是 以后也会这样 越来越不亮 因为什么空气污染 因为烤肉的关系 把嫦娥给熏黑了 哎呦 Richard你这是 把嫦娥的脸给熏黑了 你是为了环境 还是为了嫦娥 你讲清楚 我为了吴刚滑木 为了吴刚 你为了吴刚 你这么爱吴刚干嘛 我以为你是为了嫦娥 因为Richard 还蛮懂得欣赏美女的嘛 不是吗 是 因为嫦娥已经被你们熏黑了 看不到脸 哎呀 所以说 所以大家应该要想办法到月亮上面去 帮她洗脸 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因为你那么爱护美女 应该是由Richard 说真的 我个人啊 是 所以这个烤肉 大众急在那里烤肉 我个人 希望 不如到烤肉店 每个人爱吃什么 在烤肉店烤 也对 不应该在大地 每个人呼吸的空气中烤肉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里那条街一封街 我们晚上回家的时候 屋子里面 客厅里面 都是那个烤肉味 不但是这样 它都飘起来 身上衣服 都是这个味道 很可怕 连嫦娥的脸都黑了 都黑了 对黑了 Richard提醒我们大家 中秋夜 不要因为烤肉 让我们的嫦娥脸 变成包青天 OK 今天我们呢 也很高兴 请到了老师 你会不会回来 的导演陈大浦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跟我们分享 中秋夜 我不烤肉 我点点点 我帮嫦娥洗脸 也不错 中秋夜 我帮 我帮弟弟喂奶 中秋夜 我帮嫦娥洗脸 中秋夜 我看老师 你会不会回来 这名字太长了 不不 对我这个 这个故事 是怎么发掘出来的 我特别有兴趣 因为其实生活中 这么多事 现在大家酸来酸去的 有时候不会注意到 这个故事 你们当年 是怎么发现 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一开始 是王正宏老师 把他的教学经验 跟学生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写成一本书 那书名也就叫做 一样叫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然后在时报出版之后呢 就是反应还不错 然后当时 杨登奎先生 有注意到这个故事 那也想 当时就直接想 把他买下来拍成电影 杨老板也不错 马上就感觉到 所以你看拍电影 第一个是要看书 中秋夜 你不考肉 你可以看书 也许就看出一些灵感 或者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说 这个王老师出了这本书 然后大家看了 看了以后呢 就 杨老板就想要买这个东西 做电影 那为什么不拍呢 那因为有因缘忌讳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版权又释出 我们的制片人 郭慕胜先生呢 就 非常积极的 就 谈到这个版权 郭慕胜老师 这个制片人 制片厉害了 他要怎么揪在一起 把所有人揪在一起 还要找到钱 对不对 怎么使用钱 那这个郭老师 郭慕胜老师 是已经 是几岁 他应该很有经验 应该差不多70岁 现在 70岁的老制片 其实 他拍过什么片 他拍过什么片 王阳忠的一条船 王阳忠 王阳忠的一条船 应该跟梅花 差不多当年 差不多 好的 哇这个厉害了 各位 老前辈 老先爵啊 你们不要觉得人 年纪老 年纪老的人 他的经验 他的能力 他的人脉 他的判断 那是很厉害的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老先爵 老厉害的这个制片 郭老师 郭慕胜大哥 出马 把这个故事就拿下来 对那其实中间还有一些困难 因为当时王老师 王阵忠老师本人 他一直觉得 如果拍成电影的时候 他担心学校会受到一些影响 还有学生在上课 因为你拍片嘛 一定会去打倒到 学校的正常的一个运作 因为他是真的一个学校 对 爽文 爽文国中 爽文国中 然后 这个会影响到学生也对 对 然后呢 最后也是郭慕胜先生说服他 他就问他说 最早 就是说问我老师说 你还记得上一部 老师的片子是什么片子 老师的片子是什么 对 然后他们想了一下 就 是鲁冰花 然后 就再继续问下去 鲁冰花到现在有什么 有几年了 有二十几年了 对 那等于是说中间 几乎都没有老师的电影 是 然后 特别是这些年来呢 老师的士气其实比较低啦 因为 一些报章杂志呢 对老师的一些 比较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 的老师做的一些事情 社会气氛有些改变啦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不像以前那么尊师重道啦 对 老师说的话就如 这个天条一样 绝对不能犯嘛 对 那现在好像慢慢没有那个气氛了 所以说 欸 制片厉害喔 对 这么一鼓励 鲁冰花这一招打出来 再加上现在这种气氛 王正宗老师就 同意了 对他就同意了 他就是希望在这个 最低限度的娱乐事业上 做一个 对老师形象做一点翻转这样子 对对对 厉害了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制片果然厉害 他就懂得抓住人的心 对不对 对 所以看 我刚就讲啊 什么什么千万的 什么什么这些 或者是这些 当然很重要 但是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人的心和感情 听听听全世界 很多人都在烤肉的同时要跟大家说这个新闻 卫福部疾管署公布了今年 这个首例本土霍乱确定病原 是中部移民约50岁的男生男性 疾管署就表示这个个案平常没有吃生食的习惯 但发病当天曾食用从市场购买回来的蛤蜊 蛤蟆 目前正在调查发病前五天的饮食 厘清可能有的感染源 疾管署就呼吁了中秋节大烤肉 接下来双食国庆 立价廉价外食频率也增加 这个民众同学们要注意啊 食物要煮熟 不要把那个生的和熟的混在那边放在一起 结果到最后就交叉污染了 好可怕哦 另外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严重的枪击 造成非常多的死伤 将近六百多人 好可怕 而当中也有让人感动的事情了 我们节目一直没有讲这个事情 因为太可怕了 太无名 太恐怖了 一个人就可以摧毁一个社会的所有的安全感 太恐怖了 但是其中也有令人我们觉得应该可以报道给大朋友小朋友听的 有一位53岁的麦卡瑞大哥 枪击案当天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参加当时的乡村音乐节 现场啪啪啪啪啪有枪声的时候 他就奋不顾身 赶紧抓来桌椅保护其他年轻人 还把自己当作防弹衣 趴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他向这些年轻人说 我比你们年纪大很多 希望能够减少你们的伤害 哇哦 还好麦卡瑞大哥最后并没有因此中弹 只是有人逃跑的时候 从他背上踩过去 麦卡瑞大哥后来就说他不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说我已经53岁了 而他们才20几岁 我这辈子已经过得不错了 我比较希望他们能活得比我久 多了不起 多了不起 你看50岁的人 有几个有他这个精神 我就没有 我们在现场的是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的导演陈大普 大普哥哥在我们现场 大普哥哥刚刚有讲说他要找100多位 然后最后是真正最后一起上去拍戏的 有12位国中同学 对 那这些同学们 都是在南投那边的学生吗 没有主要是北台湾的 从宜兰台北新北还有中立 桃园中立还有台中 所以就在那边一起拍戏 对 拍蛮长的时间 对拍了 两个月 对 两个月的时间 对 哇 这个故事是讲王老师真实的故事 他主要好像是讲921 对 他最主要是921是一个在他教学整个生命过程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因为之前他一直想要逃离这个偏乡学校 为什么 因为平常学校对一个年轻老师来讲比较没有发展嘛 再加上主要是他家里也有一些债务上的问题 他需要去协助这样子 所以他希望可以到都市里面 然后除了正常教学之外 还可以兼差做一些家教啊补教之类的工作 帮家里分担这些债务这样子 哦 然后 那但是这个转折就是921 对 921之后呢 他921 他921 因为他是公费生 所以他其实在 他在到中了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中间他必须去当兵 然后他他就在当兵的时候回来 就是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921地震 然后回到中了 然后在病难所遇到他曾经带过的学生 哦 然后学生就问了他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然后 之后他就决定留下来 那可是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比较厉害的地方是 他不是就是留下来而已 他留下来之后有试图在教学方法上面做一些突破 然后让这些比较偏向的小朋友 开始对于学习这件事情 产生比较大的兴趣 然后当然这个这个整个东西 也慢慢影响到整个中疗地区这样子 好厉害哦 所以这个老师因为同学们的一句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把他心勾住了 他本来可能想说到北台湾或到大都市 去去做他老师的教职 然后呢还可以做补教 然后就这么一问 他不但回到了中疗 爽文继续教学 然后呢 他把一些很厉害的power 什么法则什么Maps 什么教学方法 带到学校去做反转 这很厉害 所以就结这一段 921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其实他是一个比有点稍微浓缩一点的结构 因为原本小说其实是一个 他大概是十五六年来的教学经验 跟一些跟学生相处的故事 可是因为你电影拖那么长会有点 结构会有点松散 所以我们把它压缩成大概 我们假设把它压缩成三年左右的时间来演绎这样子 当然必须要就戏剧再做一些调整 但是那个精神是 就捕捉当时真实的感觉 精神跟意义基本上是 还是以原著原本的概念下去执行这样子 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哭到说哭到不行啊 很感人哦 你觉得就你一个导演来说 你当时在拍的时候 因为你在那个monitor 你在那个镜头后面看嘛 你自己觉得哪一场戏 或者哪一段你觉得 哦连你自己都中自己都 已经有鼻酸或者有点感动的 还是你从头到尾哭到 那导演你怎么样 没有我鼻塞 导演你怎么了 我今天感冒 导演怎么样 我刚喝热汤 太夸杂 我就一问他快哭的感觉 好好好你讲一个 你讲一个就好了 你不要讲态度 其实就是这个要怎么讲 因为其实你在拍片的时候呢 其实你有一个压力在 就是说你会担心你的演员没做到 是啊当然 或者是做不到 那你那个状态是一直在想 如果我这个方式他没有办法 我是不是要再换一个什么方式给他 还是 其实你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那我不知道所谓那种 有没有触动到 这个好难讲 那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就会发现这个可以了 这个很 我很难形容 只是你心里就会稍微有点触动一下 就会知道这样子演出是OK的 就是他做出你想的嘛 对不对 那时候就有一种爽就对 这一条可以了 这一颗镜头型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跟国中同学搭配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本片 除了921大地震要恢复当时的那个画面 来表现之外 应该也是相当难的 国中生你怎么拍啊 你有拍到 压起来 有没有 没有不行 现在的小孩不能这样 真的 你压起来都不敢演了 对啊 那你怎么办 你有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记得 在过程中间 你有哪一招可以有用的 没有基本上跟 没有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一批小朋友啊 很很特别 他们 就是 蛮好沟通的 哦 然后 一百多个里面选这十二个 当然应该已经是 对 你还说 还奇怪什么 当然要保护一下自己 哦 对对对 一百多个选这十二个 还说 很奇怪 这很奇怪 我一听都觉得已经是 因为他这一百多个 已经选过的 选过一批之后 选过还有 还有表演课训练 对 然后训练 花了多久时间 训练这些国中生 应该 前前后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啦 你看到没有 这不得了啊 这个但是这个 真的不容易 要拍这个片子 那921怎么表现出来呢 当时那个 你要用什么方法 921其实我们 呃 当时在处理这一段东西 其实我们内部有很 做很多的讨论 就是 因为其实这个灾害很大 对 然后你可以把它拍得很狗血 可是 也可以把它 就是说 要怎么讲 就是我们内部 后来大家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这个 这一段东西呢 因为其实那个事情 有太多的家庭因子破碎掉 其实是一个很伤痛的事情 所以我们 不想撒狗血的方法 绝对不可以消费这个东西 哦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比较 就是那个方向上偏一点 就是变成我们不去描写 那些 所谓 肢体上的伤害 就把重点放在 救难人员的一些 互相帮忙啊 跟各个单位互相帮忙 这样子的画面 是网友 你知道网友上面 就是我在脸书上面啊 大家现在 其实现在都是用脸书啦 我们刚刚进来之前 还讲这个社群嘛 这个网友 现在已经看过的 在上面留言 你可以去查 你查老师 你会不会回来 我刚刚就特别 因为知道跟您见面嘛 中秋夜见面 我们总是聊天 也不能说 老师会不会回来 这跟月饼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个可能会被大谱 把我打一顿 所以我还是了解一下 它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不能跟月饼和柚子嘛 一问 一看 有一段话 我觉得 可以给您鼓励 有一位写了 他说感人 但是不善情 勵志 但是不撒狗血 写实 但是不沉闷 你会不会哭 要想哭了 好她先哭一下 拿一个卫生纸给她 我们来先接凯莉的电话 凯莉你好 翔哥好 嘿凯莉好 中秋夜你不烤肉 你再点点点什么 我今天早上就是 刚好就去看了这部电影 哇 谢谢 再打第二张卫生纸给她 继续哭 凯莉你看了以后怎么样 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蛮感人 因为之前其实我有去过那个 921那个教育园区 就是在台中那个地方 就是有看到 其实那天的地震就是 很可怕 对 造成的那个状态就是蛮重 对 所以看了之后就是蛮 有那个画面出现 是是是 你觉得在电影中有 重回当时那个感觉 对 就是有一些 可能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在电影中我觉得 有看到就对了 就是有联想到 就是看到电影的画面 就是啊 我好像有在那个 圆区里面有看到我 是是是 嗯 然后那 那关于这个老师的这种 这种 这种 爱啊 和他的这种用心啊 你你你觉得呢 就是很感人 就是因为看到老师 就是一直 就是带着学生他们去表演啊 就是鼓励学生他们 不要放弃啊 这样 对就是 对啊 就是这一块就是出动我 这样 是你以前有 你以前成长的过程中 有碰过像这样子的老师吗 好像 印象中 没有 好像原界这么帅的吗 也没有耶 哈哈 我跟你讲 这个电影啊 跟虽然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 某些部分 老师不一样 不是说老师不一样 我是说 他还是 有些部分是要达到 戏剧的效果 我怎么讲话有点结巴 戏剧的效果 我又怕 王正宗老师有听节目啊 或者说老师 什么意思 照讲 你得罪我 没有没有 王老师 您的精神透过原界 这么帅气的人 真正呈现出 所以才会感人不善情 立志不撒勾结 解释但绝不沉闷 人生就像月亮一样 殷勤圆缺嘛 不可能永远都是 这么这么完美嘛 月圆嘛 总是会缺一些 但就是因为那个缺的一些 我们珍惜拥有的 然后我们努力去追求 就是这样子嘛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所有的故事 看了以后都是 很多年前我就被前辈 有讲说 你要弄一个剧团啊 你要演戏 给大朋友小朋友看啊 那强哥就说 那我要怎么做 你要不要给我一些指导啊 前辈就说 你不要搞出个垃圾来 这什么意思 强哥再糟 也不会弄出垃圾来 他说不不不 很多年以后 强哥才想到 才懂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有些戏啊 你看完以后 走出戏院 走出剧场 你说不要活了 人没有意识 所有努力都没有用 我为什么要对别人好 这世界没有真爱 这不就垃圾吗 对不对 是不是有很多电影 看完是这样 不要不要 你如果看了那种电影 大朋友 要告诉小朋友说 这种东西不要看 你要去看 那个给自己激励的 有正面的 然后呢 有创意的 有感人的 就是如果 不是 就是大福哥哥今天带来的 就是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对啦 你自己要上啊 提枪快跑前进啊 其实大福哥哥 这样听起来 你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你并不常在国内做这个 这个戏剧型的 或者长片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原本是拍广告影片的 然后有时候是东南亚那边 新加坡 因为我在新加坡待过两年 在那边工作 然后还有香港那边 然后前几年比较多是在上海啊 北京这样子 都是拍商业短片 或者是广告短片 对对比较多 对不对 那电影是 就是你 就是算是一个职制啦 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可是 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时 毕业之后 台湾的电影 刚好是最惨的时候 当时最惨 因为现在才是最惨 没有没有 那时候比较惨 真的很惨 那时候比较惨 那个几乎找不到电影公司 为什么 那时候怎么会这么惨 那个惨到票房 票房 到一个电影上去 票房没有破万 没有破万 破台币破万这样 没有破万 那是怎么样 开冷气给蚊子凉快吗 那个时候真的很惨 好可怕喔 对 哇 所以这么说台湾 现在电影公司 算好回来一点了啦 对对对 算有点上轨道了 就是大家 所以你这支片上去 先多久了 现在上院线 对上院线多久了 到目前应该快一个礼拜 快一个礼拜而已 对对对对 好像还不错喔 对对对 已经票房有上千嘛 一千多了 对不对 你已经赢过您出道时候的 一千部电影了 二十二十几年前好不好 你已经赢了 你当时一千部电影 你这个以一敌千啊 不是以一敌百分 你以一敌千了 哇 所以说你这支 算是不错 受到 但是相对齁 其实也投资不少 因为你们里面 有做动画 我刚刚听齁 对 因为要做出当时那些状况嘛 对对对 要做动画 那些土方的崩塌 对 或者那些东西 还是要做一下嘛 而且这个片子 比较特别是 他的那个 灵眼人次非常多 哦 哇那你在现场 要招呼那个灵眼 你要大扩音机了 对啊 可是我们都是有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大谱 我是大谱 什么大声一点 大谱 不是吗 因为我们都是整组整组 有一组人在做这些事啦 所以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要招呼这么多的灵眼人 然后还有现场的这个画面 你这次找的那个演员也蛮有意思的 刚刚讲的原界自己本身也是原味觉醒 原来 那很久以前啊 对不起强哥认识的都是久的啦 好然后 大家拍下来 还有谁 还有夏雨桥 夏雨桥也是扮演其中的一位老师 然后好像还有音乐表演对不对 对对对 像刚刚我们听的那个 对面女孩看过来啊 其实我们那首歌是特别挑的 因为那个是99年的排行榜的冠军 就是维持很久的冠军 那因为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选了这首曲子做一个背景 就是比较容易让大家再回到那个时候 用音乐带大家回到那个历史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比较特别是这一个曲子 后来我们把它编成国乐演奏 听起来还不错 蛮特别的 那所以说这一次 这些精彩的演员和你刚刚讲的国中的同学 大家一起合作 完成到现在 你觉得呢 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 最近刚好廉价应该来看嘛 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观场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导演是很可爱 拜托大家 对啦 一定要去 至少要喊一下啊 对不对 喊累吹票啊 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太熟悉这个 强哥刚开始做剧团也不会 做了17年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没有没有 这个我其实我还很熟悉 因为我曾经第一部片子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在那个华纳那边 在路边卖票 然后那个弄了一整天卖不到两张 哇塞 真的是 你看看这就是台湾的创作者 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中秋夜不见得要烤肉 接下来的国庆假日 也不一定 要这个烤肉 一直大吃 也许可以去欣赏一个 让你心灵满满的老师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谢谢大普 谢谢各位收听 祝福大家 中秋快乐 拜拜 谢谢 拜拜